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汤 哈喽 刚刚下完波了 跟小酒一起直播 还是挺热闹的 就是翻车了 有几个东西 买那个玻璃 玻璃那个 碗 烧爆了 还有几个碗也是 这个水壶也是 这个 是差不多800块钱的 一个直播厅 一个晚上就花了差不多400 这个180 那个碗大的是20 然后这个是8块钱 25块钱而已 这个180 200块钱而已 这个留的明天 明天炒给你吃 可以 这个泡好了 这个毒枕干 这个很嫩的 泡过了就很嫩的了 这个要不要吃西瓜 你看我掉那么好看的 这个 不要 那不浪费了 这个泡好的桃椒 我今天泡太多了 没事啊 明天我再煮给你吃嘛 泡好了 把它等一下放到冰箱里面去 保鲜就可以了 下次就可以吃了 嗯 嗯 很甜 对 我好饱 刚刚喝了一些 吃了好多那个 叫什么大香果 我感觉这个玩起来好好玩 特别是这种比较有年轻一点的 比较好好玩 问你个事 嗯 你今天给小泳送面饼是几个意思 什么今天 那天回来的时候 不是跟你说了 哪里有很多小泳呢 那你就不送过去 你就叫泡河送过去 啥意思 那我不想过去嘛 这叫小泳 叫泡河送嘛 那我又没车 我怎么过去 那我不可以给你送你去嘛 你那车太大了 看不上吃他那里的 看不上啊 送给月饼而已嘛 送给叔叔阿姨他们的 而且我们 我这里发红水的时候 他还要过烤来帮忙 这基本的嘛 那你看小小泳都有买月饼 然后小泳里你就自己送 那小泳买的我也不知道啊 他后面他才跟我说 他在我直播间买了 那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 我知道哪一个是他的 我就不收他钱了 就给他接过去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 那么多 那那那 小泳今天我来 还是明天我来 我怎么知道 我也没力气 你要问他们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还问我表哥呢 他也说不知道 收拾东西吧 花这么多 这个呢 这个放哪里 这个留整天发货了 一趁好了是吧 嗯 这个太多 我今天红镜炒来吃呗 嗯 烧进冰箱去咯 嗯 你烧吧 我不想动 哦 这里还有这个五指毛淘 这个呢 是我 上次拿给他煲汤喝的 还没煮完了 你还说呢 别拿太多东西过来了 我这里放不下了 可以放得下了 什么东西都完了 这里拿 好像是一家一样 那不是怕你没得吃吗 太多了我没地方放了 你看这么多东西 有路要上哪里 你这个租房要收拾 收拾一下 做得太乱了 我们都 我都不在家这么多天了 好不容易昨天回来 明天有份我来收 可以呀 一起收嘛 明天一起收嘛 嗯 这个菜 放冰箱里面之前 你这个 你这个冰箱 的确也是有点 太满了 没有钱就买个小的了 我看看 问小九 就是问他 干嘛给小勇送月饼 还问他也有点不开心的 我只是随意的问一下而已 其实大家都是朋友是不是 就说 啊 他送给谁都可以 这个倒没什么 就是 想问而已嘛 因为 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过 就是买月饼的时候 他跟我说过 有那一盒是送给小小勇他 他爸妈的 我以为他今天 就是说他会 带那个月饼过去嘛 亲自送了嘛 没想到呢 他又说 叫炮哥 帮送过去 我就有点搞不懂了 那自己送过去不好吗 干嘛要叫别人送呢 这个冰箱 这个东西有点多 这个留点明天 明天我直播做牛扒的时候 这个青红胶是可以用的 是可以拿来做装饰的 可以用的 先不跟大家说那么多了 我要收拾好这个直播现场 叫我去了 明天早上还要去忙一下果园那边 忙完果园的话 再去市场看一下那个 还有要用没有那个牛肉买 有那个牛肉买的话呢 我明天晚上可以直播那个 做牛扒 现场做牛扒给大家 因为这两天很多人都在问我 牛扒怎么做啊 牛扒怎么做啊 大家都可能都想 亲自下厨做牛扒给自己 喜爱就喜欢的人吃 可能大家不要比较着急嘛 所以明天早上我去找一下 有没有那个牛扒 然后呢教大家 就是怎么样去选那个牛肉 哪哪哪一部哪一个部位的牛肉 才能做牛扒的 然后再教一下他怎么腌制 然后怎么打那个汁 保证你们 啊你们学会了 你们自己做 比在外面 买那种好吃的多 而且便宜很多 全部给大家说了 我先把这个现场给收拾好先 好